机动室议员林敏勋试用刚修复好重新启用的鸟巢荡秋千非常满意 为在暖暖运动公园里面的鸟巢荡秋千非常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不过在228连续假期时可能因为使用不当而受损 在机动室议员林敏勋不断关心和督促下 在市立体育场场长林博树陪同下终于在4月6号重新开放使用 主管单位也设置限制最多一次两个人数使用的警示牌 提醒大小朋友在游玩使用时注意安全也避免损坏荡秋千 因为这个使用上它还是有所限制 所以说我们有贴个告示牌 希望以后在使用上能够以两人为限 因为这个设施本身也还是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那上次在评估中因为不是裸酸的松动 主要是整个机座的部分已经损坏掉了 所以说我们这次整个机座部分做一个修改 大概暂停了大概三个礼拜 那也成为我们林医员这边的一个督促 那今天大概检查完毕之后没问题 我们就会开放给大家的市民来使用 告示牌那请就是说家长这边 可以来做以一人一大一小或是两个小朋友为限 就是说两个人来做使用 在这个沉重的这个耐重应该还可以承受得住 那不要说太多人一起上去 那这个会造成这个器具的一个损坏 另外儿童游戏场内的天文望远镜下方的攀爬网 也可能因为一次使用人数过多过重而被撕断 溜滑梯脏污等问题 市议员林敏薰也希望体育场尽快改善 也呼吁民众一起小心使用 很长的一个溜滑梯也是大家很喜欢玩的 那上面其实有一些污损的部分 我们也请这个体育场来做一个整洁的一个整理 那包含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后面这个有关于这个天文台的 这个望远镜的这个栏杆的这个基座 那原本里面它底下的这个盘盘网也已经坏掉了 那因为应该也是太多人从同事间在上面 这个一起同事间在上面所以造成这个网址破损 那我们现在也希望说就是到时候也会设立一个高四排 希望说大家可以分流然后排队来做一个使用 那希望说可以让这个游具的这个器材的寿命 可以继续延长 那这个故障率也不要这么高 体育场场长林博树表示 鸟巢荡鞦韆损坏不是因为支撑架上方螺丝松动 而是支架下方四个深入地下的边角松动 经过将近一个月重新灌江 稳固维护保养确定安全后重新开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